老趙馬絕對是焦點 抱了幾個大料 他現在才辭董事長 真的假的 你是在做秀啊 吳慶瑜絕對是第二名 他不會是第三名 因為第二名有兩個 蕭美琴大家對他的要求會不一樣 他畢竟做過好幾任立委 他也不行 他也很懵 因為吳慶瑜不是問到說 老老爺要破產了 怎麼解決 這個蕭美琴是完全答不出來 也沒有聽懂 然後也是問東達西 我們先從比較近的來講 對 就是說老趙馬 絕對是焦點 今天有兩位女士 他遠遠遙遙領先 吳慶瑜跟蕭美琴 但我覺得他今天 抱了幾個大料 第一個 他現在才辭董事長 對 跟總經理都辭 他拿了那個 說宣誓要辭的 你不是拿了很久了嗎 他現在應該是說 我已經跟中廣完成辭職手續 他是今天簽名 當眾簽名 這個吳慶瑜打點打到了 他說你怎麼 說要辭職 真的還假的 真的假的 你是不是在做秀 我先從這邊看 老趙真的浑身是細 他當然是表演 這完全是一場秀 所以他也知道說 他不辭中廣的董事長 總經理說不過去 會成為一個畫柄 所以選擇在今天這個辯論會的機會 這顯然變成是一個賣點 變一個賣點 然後他接著又說 他功高蓋主 沒有把侯友宜放在眼裡 那麼會怎麼樣 他就說他薪水也不要 福利也不要 那問題是 我覺得今天因為吳慶瑜可能 中文理解程度太差 所以他聽不懂他在講什麼的樣子 要不然他應該即刻反擊啊 為什麼 這個問題既然是吳慶瑜問的 你是真辭還是假辭 對不對 他應該接著去問啊 因為趙少皇前提講過喔 他說他這個副總統幹的 不是一般的副總統喔 是有決策權的副總統喔 對不對 還說什麼 一半一半 對了 他說侯友宜會把總統的權力 會分給他 他有好幾個部會的人選 是他定的 選舉的時候是努力 所以當成總統一樣的選 很努力 那所以 這明顯跟他今天講的是相反的 是矛盾的嘛 對不對 會自我打臉嘛 所以我覺得 吳慶瑜其實應該就這一點 那麼 直接給他當中一擊嘛 那蕭美琴好像也對台灣情況 不是那麼了解 對不對 也摸不太清楚 所以剛好 剛好一個高手遇到了兩個低手啦 我跟你講 吳慶瑜絕對是第二名 他不會是第三名 因為第二名有兩個 因為蕭美琴把他割 有護掉了 蕭美琴 蕭美琴大家對他的要求會不一樣 他畢竟做過好幾任立委 駐美代表 沒想讓他上上辯論台的時候 然後他也不行 他也很囉 因為 吳慶瑜不是問到說 老保要破產了 怎麼解決 對 這個蕭美琴是完全答不出來 也沒有聽懂 然後也是問東達西 那趙昌昌針對老保破產要怎麼辦 趙昌昌也沒有提出方法啊 也沒有提出方法 所以其實喔 這個有個機會你知道嗎 這個有個機會 剛好問到了那個 蕭美琴自己提到主權基金 對 那這個是 吳慶瑜的所長 專長 但是政權發表會的 對 所以他應該就直接提出來 這個主權基金要如何操作 如何在台灣能夠 能夠指台灣的一個資金市場 金融市場 對不對 有幫助 但是 但是他也沒有 趁趁追擊這一點 你知道嗎 很可惜